电转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德国小米 这两天都没有发视频 哎呀 放松的 放松的太好了 今天我们下午给实体店去装个电动量一架 嗯 现在我们到他这个库房来拉货 我能给拉货的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 一会给大家看一看 这边是库房 也算一个门店吧 这边比较背 这地方这两天在升级呢 这个门面房呢 这一排全是他的 我们进去看看 他升级完了没有 这大奔 哈哈哈哈 人家都开上大奔了 你是不是什么时候能开大奔 哎呀 那就是这个了 亮霸 亮霸的 同城的要买亮霸的 可以来这 也可以私信 能打劫 我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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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过来 这里面就在升级了 现在还在动工 还没有完工啊 里面这是暂停 外面是 这里木工所用的所有材料都有 石膏板 木工板 吊顶材料 玻璃胶 结构胶 泡沫胶 等等 看到这吊杆了吗 这就是我们装衣甲药的吊杆 我一般用的话 我都是一包一包的 或者不够了到他这拿几根 这么账套了都有 现在的木工的工具都升级了 这里是木工材料一条龙 现在就有客户在这里开单子 下料单 买东西 这里东西的质量都比较好 找设计师 还好这个衣架不大 我的车呢 塞进去刚刚好 可以拉的走 能带的就带了 太大的那也没有办法 只能他们自己去送货 然后我们上门就安装就可以了 也不要小看这个带货 半个小时就折腾没了 到达目的地还要搬上楼 这边是旧小区了 一般安装新的 还要拆一个旧的 戴上我的口罩 戴上我的护目镜 这个小区来过无数次了 才发现这个没有电梯 果然也没有说错 这边有一个首摇衣架要拆掉的 拆这个衣架也挺麻烦的 全部拆掉 螺丝要拔掉 然后还有这些打过吊杆的板 全部都要拆下来 吊杆在里边给它折断 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拆旧的 那都要收几十块钱拆旧费的 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灯 然后我还特意拿了一块板 早知道它是这种的 应该多拿几块板 把这些 有洞的地方全部都换了 现在只能把这些有洞的 补到中间来 把位置全部调换一下 那样我们装衣架的时候 就可以用衣架把这些洞都挡上了 不过大部分客户遇到这种呢 是直接换板了 毕竟这种板子也没几块钱嘛 这个打孔的深度呢 是打4到5公分 转头我用的是12毫米的 然后我们顶着倒板的深度呢 再加6公分 这就是我们要切吊杆的长度 电动的一共打4根吊杆 这个是8个粗的吊杆 把这个头磨成圆的 这个戴罗姆的时候就比较好上 这个帐套呢 就用它晾衣架带的这一套就可以 如果衣架带的不可以用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买那种 那种的就比较粗了 要打14的孔 这样做出来的吊杆呢 是经济又实惠 刚才我们说的吊杆要多切出来6公分 目的就是 顶子里面砸进去4公分 然后外边我们外露2公分 砸进去以后呢 就用套筒给它上紧 然后我们在一边呢 把罗姆都带好 上下锁两个罗姆的意义呢 就是可以把衣架夹紧 这样做呢 我们一个人安装这个衣架是非常轻松的 没有什么难度 现在看这个 在另一边呢 我是上下两个罗姆都锁上了 但是中间留了一公分 这样把量衣架插进来就可以了 也不会脱落 也没必要去两个人 然后另一边我们直接带罗姆 这样就可以脱手了 螺丝先不要紧 我们把这个电源线接好 C进去 然后再锁紧这个螺丝 螺丝锁好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解刀架就装上去了 松边把这个罩子呢 也扣上去 这样免得我们来回左右跑 两边的方法呢 都是一样的 烹垫以后 在这个衣架如果不下降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两边都拉着点 按遥控器 它就可以下来 主机安装好以后 我们装这个衣杆也是比较繁琐 有一些牌子的量衣架 这个衣杆太多了 还有一些横杆 全部要连接上去 大部分的时间也就浪费在这里 还有一些厂家那个套圈圈的活都留给你了 比如某太太的 这款衣架的杆呢 是两米四的 这是整杆 它不是那种伸缩的 这个比较硬一点 安装这个衣架 没用一个多小时 拆就拆了半个多小时 总算完活了 脏身下降开始测试 没问题 我们就可以收工了 这个衣架的总宽度 刚好和它这个牙口对齐了 效果出来还不错 这个鱼是什么鱼了 银白色的 鲤鱼